凝杰德浪 2019台东工艺材质富裕展 8月20号下午在台东美术馆 大文创教室外办理开幕 展出近30件以植物纤维为材质创作的作品 陈秘书长及与会贵宾 为展场接幕后 颁发新秀奖给旅居北部的慈上女儿吴姿营 感觉到我自己又回到从前 感觉到我自己整个变年轻了 而且我真的很压抑 我们这些创作者的构思 为什么会那么的多 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像金工的 然后做成类似项链 类似还有他们把心中的想法 把儿时的想法都提出来 这是让我觉得 我们办这个计划 真的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那我们当然我们会讨论 会检讨我们三年办完以后 我们需要朝向哪个方式来办 让我们台东的相关职务 能够做最有效的富裕 那这一次的证据你可以看到 我们怎么样把人跟我们大自然 跟我们在地的一个材料的互动 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 那我们台东有非常多很自然的这些材料 像球马 柱马 都是很容易取得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去 好好去开花研究 可以给我们台东带来很好的一些工艺产品出来 陈秘书长感谢装置艺术家 郑元东及工艺家的支持 参与这项展览 希望全民一起认识泥土理及自然界 所提供的创作环境与材质 文化处指出 这项展览不只单纯的表现艺术作品 现场并呈现植物 原物料材质间的应用背景 与材质的特性 更邀请装置艺术家 郑元东老师 创作大型工艺装置艺术作品 光之家 在美术馆大文创户外 窜廊展出 让工艺作品不分时段 亲近民众 共同推动生活美学与美感教育 8月25、26号 以及31号、9月1号的下午 另外安排专业导览及讲座课程 让融合传统与创新的知识 可以扎根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